红韵当头,出锅 吃起来那可是不一般啊 怎么样? 特别入味啊 鲜、香 鲜、香都来了 炖到时候了 同志们 同志们好 你在家做过鱼头吗?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做的鱼头 你能不能看完了回家也做 按我的方法去做 不行 不行,还鲜,还香 这个鱼头啊,是很有讲究的 这个鱼呢 这个鱼头 鱼是代表年年有鱼 这个头呢 是红韵当头 今天选用是这样 我跟你说吧 这是一道吉祥菜 在家做呢 和我们这个宴庆的时候做呢 都有档次 珍珠的大菜 珍珠的大菜 胖头鱼头是这个? 这胖头鱼头 看这个胖头鱼头的新鲜度 看到没有? 眼睛 看这个肉 这个有弹性 而且呢,我翻过来你看看啊 这鱼头 看 多么新鲜 这块油啊 那简直是太香了 吃鱼头就得吃大了 对呀 小的鱼头啊 它就不上档次了 口感也不行 越大 我跟你说 越好 今天是要咱选用一半的 对呀 那整个呢 我也没那么大盘子 对 那个锅呢 也没那么大锅 就原谅 可能下次我要分开做 要做两种口味的 对呀 你不要学的更多吗 配料 葱 姜 蒜 大块 完了呢 我们搁点小五花肉 煸出香味 所以说这个鱼头就更香 没有花肉可大油也行啊 好的 必须得来点这个大油是吧 是的 出香味 出了鲜味就香味 我给你点火了去 我给你煎一下吧 我慢慢的休止了 把水分给它擦一擦啊 都是细节 这是细节 它不崩啊 成麦也在细节啊 对 好 好 先玩出来的去鲜啊 看不然 哎 先去鲜头 翻过来 哎 去鲜 定鲜啊 对 哎 煎了三个钟 我们把它 炸出来啊 炸出来 哎 看 好 好 这油来就不要了啊 这油来就不要了啊 好嘞 把这个骨花肉给它煸一下啊 煸出香味 国宴老师傅 教大家啊 野生啊 在家做大鱼头 哎 这个 也很简单 汤头鱼跟鱼头啊 这个国宴真上去嘛 我们做这个国宴呢 就是 开会是吧 开会也上 不是拆会 拆会 对 把这个骨头都拆进去 对了 好 葱姜蒜 下来 炒肉酱啊 哎 鱼放进来 哎 OK 料酒 好 好 酱油 好 辣椒 好 辣椒 好 很厨 放了一点是重 嗯 好嘞 加入热水 好 白糖 四小啊 一 二 三 四 好嘞 胡椒粉啊 现在就可以啊 胡椒粉 哎 去腥 一勺 一勺盐 好 大火烧开 转入小火盖上半啊 好嘞 一勺啊 我给烧了半小时啊 现在已经 汤汁浓缩了啊 大火再收拾点 可以了啊 好嘞 红韵灯头 出锅 哎呀 哎呀 太香了 哎呀 太耐劲了啊 哎呀 太耐劲了啊 太耐劲了啊 来师爷啊 哎呀 我来一块儿 是最会吃的啊 哎呀 这小肉 吃起来 那是不一般的 哎呀 哎呀 特别入味啊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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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都来了 弄我 哎 炖到时候来去 对 这是 我们在接待工作当中呢 就这个鱼头啊 登上过大雅之堂 哎 那外宾 我告诉你 我们这都上 哎 你像外宾有的时候做那个 拆会 拆会的 拆会鱼头 我们沙波的 哎 对 我们还做过呢 鱼头焖饼 哎 还有鱼头焖面 对焖面是吧 都可以 等等这些鱼头我跟你说吧 野生们 你们在家呀 这个 不一定就是过年过节 你就是说 休息了三口之家 要做个这样的鱼头 我跟你吃起来呀 哎呀 没死了 幸福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日烟火季 现在 劳力机 都可以吃到 你会吃到 这些鱼头 我能吃到 我可以吃到 这些鱼头 你也看不着